症狀病毒 症狀轻重不一 甚至有感染者是无症状 医学界发现病毒可以攻击人体多个不同部位 由头到脚趾都可以出现病症 松晨夏报导 李迪由摩洛哥回到美国之后 左脚趾开始出现症氧 而且红肿发炎 他上网搜寻希望寻出病因 李迪其后接受新冠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 但他的主陈医生说 这样不代表李迪无事 反而有机会已经到病的后期 新冠脚趾是美国医学界对新冠病毒的最新发现 通常以年轻的患者居多 大部分的症状都比较轻微 甚至没有症状 随着越来越多人染病 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也不再局限于病人有没有发烧、咳嗽和肺炎 因为由头到脚都有可能受到攻击 有人会中风或者出现神经系统疾病 又或者会有红眼症 部分人会失去味觉和臭觉 又嗷又呕 出现血栓或者血管受到攻击 肺炮可能会受感染 引致发炎、呼吸困难或者肺山塞 影响心脏功能有机会导致心律不正和心脏病法 肾脏一旦亦都受损往往要洗腎 皮肤和免疫系统亦都可能受攻击 无论长者还是小孩都有机会因为这个病没命 新冠病毒和沙士以至中东呼吸纵合症 都是会传染人的冠状病毒 但是由于新冠病毒要感染宿主所需要的病毒粒子较少 令到病毒比以往的冠状病毒传染性更加强 很多科学家都相信新冠病毒之所以杀伤力那么强 背后是因为病毒会破坏血管造成血栓 又会有发免疫系统出现不正常的反应 继而发炎或者损害器官 所以专家认为要打败新型冠状病毒 绝对不止抗病毒治疗那么简单 NOW TV 记者松正贤报道